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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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 有人会说不就是那个希腊神话里面众神居住的地方 当然不是了 但是当你知道它的高度后 你会觉得这个名字非常适合它 所以说在地球上同样有一座火山名为奥林匹斯 它是希腊最高的山 位于爱琴海塞尔麦湾北岸 距希腊第二大城塞萨洛尼基约100千米 但是紫山非比山 那么它到底在哪呢 答案就在火星上 在此之前呢 科学家在太阳系离探究后 发现许多行星都存在过火山 比如说火星 金星 木星 但是当火星探测器传回火星图片时 吃惊地发现 火星上存在着规模宏大的火山 就是火星上的奥林匹斯山 又一座奥林帕斯山 奥林波斯山 是火星上的顿状火山 是火星表面最高的火山 也是太阳系已知的最大的火山 从地面望远镜中看 奥林帕斯山是一个明亮的亮点 被19世纪后期天文学家命名为 奥林帕斯山之学 直到后来被确认为是一座火山 它位于北纬18.65度 东京226.2度 高于火星基准面 21171米 在它的西北方向1000公里的位置 有一处平原 地势较低 如果以这个平原为基准 奥林匹斯山的高度 甚至可以达到26公里 这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三倍 也让它融应太阳系第一高峰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 他们认为 奥林帕斯山还是一座火火山 这座火山上一次喷发 大约在200万年前 其喷发出来的岩浆堆积在一起 国土面积 国外的网友做了个形象的比喻 奥林匹斯山的占地面积和美国的亚里桑那州几乎一样 除此之外 这座山周围的地势也不容忽视 奥林帕斯山东南为火山高原 塔尔西斯 上有三座巨大顿撞火山 阿尔西亚山 帕弗尼斯山和爱斯克雷尔斯山 东北方有另一座低缓却宽广的顿撞火山 亚拔山 北方为古老地块 阿克戎槽沟 西北至西方有熔岩平原 阿卡迪亚平原 与亚马逊平原 西南有封城封石地形 梅渡沙槽沟层 而火山周围环绕着一圈 崎岖地形 奥林帕斯山光环 整个火山坡度非常缓 近山顶约1到2.5度 外围约5度 加上巨大宽度 使得从火星表面无法见其全貌 例如从山坡边缘无法看见山顶 而从山顶无法看见山坡边缘 但我们从太空中望去 这片地势就显得尤为壮观 不过由于火星内部的地质活动 在亿万年恐龙没灭绝的时候 就已经趋于停止 所以这座奥林匹斯山 也是一座不会再喷发的紫火山了 火星奥林匹斯山或藏有外星生命 一项新研究表明 火星上的奥林匹斯山两侧不均匀 此奇怪形状进一步加固 紫火山中隐藏有外星生命的可能性 最新奥林匹斯山至少已经沉浸了4000万年 其喷发的岩浆可能足够覆盖在火星表面 给洗热细菌提供了一个生存之所 然而细菌也需要水才能生活 但如今科学家认为他们可能发现了火星水 就存在此火山下 富含黏土的厚厚的火山灰里 这一区域大约有美国亚利桑那州那么大 是奥林匹斯山巨大熔岩流从东南边流出 流向此火山的西北方向的这一带 经电脑模型仔细的模拟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 如果喷发的岩浆堆在此寒水的火山灰沉积层顶上 那么此火山可能是长方形的 目前科学家不清楚奥林匹斯山有多老 但它的首次火山爆发是在数十亿年之前发生的 如果是这样 当火星越来越暖和和潮湿 并在下面存有更大的水库时 它可能是一字形成的 虽然科学家不清楚此火星地下水库是否还温暖 里面是否含有生命 但他们从火星轨道卫星的探测结果中 没有发现热的迹象 不过这种探测仪器不能深入到火星的地表下 如果人类登陆火星 并将探测器深入火星地下一米深处 就能获得非常不同的热流图像 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的布莱恩·赫尼克表示 此火山可能还是温暖的 此火山最黑暗的深度处 可能不是寻找外星生命的理想之地 但地球上的生命被发现可以生存在地壳下 3.2公里和海底下1.6公里的深度处 因此在奥林匹斯山熔岩流下1.6公里左右处 可能是火星生命的领地 因为此熔岩流充当了地缘潭 起到保温和保水的作用 可能喷发了21年 在2012年在阿尔及利亚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陨石 只有0.2公斤重 科学家对它为西北非NWA7635陨石 虽然它很小 但它向科学家们揭示了关于火星火山的一些有趣的奥秘 科学家分析了这颗陨石 最近约有24亿年历史 令人惊讶的是 因为在被确定为来自火星的100个陨石中 约有10个与西北非NWA7635陨石处于同一组 而这些陨石大约有5亿年历史 普渡大学物理和天文学教授马克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从来没有在地球上看到类似的东西 包括西北非NWA7635陨石在内的11颗陨石群体 都暴露于宇宙射线约110万年 但是其他10个陨石和西北非NWA7635陨石之间的年龄差距 意味着20亿年来在火星表面的一个位置上 有一堆稳定的岩浆 研究人员无法确定这些陨石是来自奥林匹斯山 还是另一个火山 地球上为什么没有像火星上奥林匹斯山那么高的山 首先地球上的山脉要年轻很多 美美洲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 是地球上最早开始形成的山脉 它开始形成的时间是大约距今4.8亿年前 但它现在已经不长个儿了 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我们都知道 所在的山脉开始形成的时间 据考证是在古静季末期 距今只有两三千万年 而且随着亚欧板块跟印度洋板块 也说有印澳板块之间的不断碰撞 朱姆朗马峰还在不断升高 然而奥林匹斯山最初形成的部分 距今已经有一亿五千万年的历史了 它用的时间长自然也就涨得高 而同时亿万年后 朱姆朗马峰到达二十千里的海拔高度 也是有可能的 其次地球上山脉的形成跟火星上是不一样的 地球上的山主要是由于板块的剧烈碰撞形成 而问题中的奥林匹斯山是由亿万年来 不停地喷发岩浆 不停地堆积形成的 虽然它现在已经不喷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奥林匹斯山的坡度非常小 同时火星上的板块地壳是静止的 但是对于地球上的火山而言是不可能通过堆积作用达到这样的高度的 因为地球上的火山是由于板块对撞或者沉降形成的 在板块重新移动之后 火山就归于沉寂不再喷发了 因此今天想要在火星上发现火火山机会微乎其微 所以说火星的秘密还有很多 人类只能算是探测到极小的一部分 或许真的有那么一天人类能够登陆火星 那么就可以去试着盘登一下这座巍峨无比的火山 想一想都很激动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